咱们不是计较生活待遇的那个人 一到也一到那儿 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 就骂大街 我说他不是说五星级酒店吗 这不是招待所 这事儿我又想起我爸了 我爸一辈子就老跟我们来这个 说你看看你看看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 文涛你老了 对我怎么现在发现都给我说中了呢 我跟你说了两次 怎么你就还在这事上舍了呢 你们都没听法先生的嘟嘟 他早就说过了 他心里就说都已经累了 对不是不是 这个这种事是这样啊 就是你生活中 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 这是最痛苦的时候 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 你要雍正皇上当了皇上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 叫唯一君难 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 我比你们还难 是吧 那么 那么怎么去管理呢 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 是的 透着咱俩心眼好 这太虚伪了 你用心眼特脏 我碰到过 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 他说你管理的时候 你发现毛病 不能再给机会 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 他给我讲个例子 他说他故意司机 故意司机呢 说他出去半个月 回来的时候 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 他下了飞机找不着司机了以后 他就问 说你哪呢 司机说给忘了 忘了 他说你 你在家半个月 就接我这一趟 你再忘了 我就竟碰这种人 说你干嘛呢 你知道他说干嘛呢 打游戏呢 这不一打游戏 彻底忘了吗 但这也是个老实人 说这忘了 你接老板 你再怎么编 你也编不出来了 说呀 家里谁生病了 那不行了 那你得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 先接到一个短信 这叫你没忘 老板再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呢 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 好 谢谢 这老板跟我说什么呢 说当时他就气得他一怒之下 说给他开了算了 说我给你啊 最后一次机会 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 就是 这司机 大概在一礼拜之内 给他那奔驰撞的西巴兰 然后他就跟我说 犯坏 不是犯坏 他原来伤了呢 不是故意 肯定这人就乱了 乱了 他就说 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 就你这 这算队友吗 这不能算队 也能算猪队友 是吧 不行了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一不解决 后面就是他 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 对 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 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 要跟你工作对接的 老是这么一人 那就是柯兰的选择 我闪你圆点吧 但是我现在你看 我还是说 这是原来的选择 那时候年轻 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 你就想要么绕开 要不然就就事论事 就凑合了 只是说这事 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是屏蔽 我有一个功能 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 我完全看不见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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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有这本事 我视而不见 直接走过去 你有这本事 比如我跟你说一个 当然这个 我幸好 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 你知道吗 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 而且一定年轻貌美 所以你救了 不难看 但是 我就跟你说 签合约 做广告 是给我钱的 你明白吗 最后拿合约 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 他送到酒店来 让我签 你说我要不说 咱们这高级 人格去高级 我最后看看 我看最后 我说这个钱 多一个零 哇 那你玩下的 我说咱那照这签 可就是这么多钱了 多十倍啊 我就是说这种马达哈 方舟你说 是不是 就是说人年轻 就容易毛躁呢 我觉得一更容易毛躁 然后我觉得 我其实不害怕 这种马达哈 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 因为我觉得 那你就忍就行了 我觉得我害怕 遇到那种工作中 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 或者是很容易 就发脾气的那种 我觉得我挺害怕的 你碰见过 有人跟你发脾气的 没有 不是跟我发脾气 我当时跟克兰姐 一起录节目嘛 他就是有这个 作家写东西 然后演员来演 然后那个 因为作家写东西 压力确实特别大 他经常就写不出来嘛 写不出来 然后有一个作家 他就写不出来 然后他们摄像机 拍了半天 拍了一个小时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然后这个摄影摄像师 大概就嘟囔了一句 说哎呀 这没什么好拍的 然后就撤了 作家不高兴 晚上闹到两三点钟 让这个摄影师 和所有工作人员 在操场上跑圈 就是四五圈的跑 这哪个牛 就是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 我挺 然后我还记得 你们这帮 就全都是去劝他 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 然后因为 因为第二天好像 也是五六点钟 就要开始拍了嘛 然后都闹到两三点钟 然后走啊 不露了呀 走啊 什么的 那这种就 大家所有人去劝 这是我觉得比马达 还要 要恐怖 就是不仅是耽误事的 我跟你讲 就是所以 这方舟讲的 咱这个话题 都会来 就是说啊 你还不能歧视 那些那个什么呢 一些素质不高的人 因为 情绪不稳定 你不能说素质不高 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 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 反过来想 会不会我们 也是猪队友 我说有没有可能 是这么一个情绪 我一定是 说出证据了 我情商特别低 如果碰见一个人 特别不靠谱 建组大概是 就是已经开始 进入拍摄状况 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 而且没事什么约喝酒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公然就把这个人的 微信就给删了 就是再也找不着我了 就是我就消失 咱们就就说论事来拍戏 我永远拍戏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个宗旨 我是来拍戏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职业精神 职业 但是就是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 大多数人啊 就觉得这女的太讨厌了 哪来的优越感 是 所以啊 就一个是有啊 互相看片的这个成分 是的 再有一个 我现在就是反攻自省啊 就是说 会不会啊 你比如说有一次 我答应一个哥们 就是帮人家去主持 就是你知道 那是我终生遗憾 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 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一百岁 给他过生日 在那个之后 没多久 吴清源就过世了 我答应了 答应了呢 就是人呢 有的时候就只是 当时一枉然 就莫名其妙的 就胡弄鬼忘了 我当时在香港 最后就没去 事后我只跟人道歉 就就是晚不回的 这种后悔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概率也可能是啊 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 你 你没有 我体验过 就是 借题发挥 你这对 借题发挥 你这我体验过 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 对吧 有一次呢 实在是工作安排的 太多了 太忙了 就是几天 一天飞一个城市 三四个城市 我这最后都长了寻马枕 不是不是寻马枕 你那是寻马枕 我长了那种 带让炮枕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到了最后一个活 是拍一个宣传片 其实咱们不是 计较生活待遇的那个人 但是我就发现啊 你那个时候 已经是到了一种 理解点 自我怜悯 自我委屈 一到也一到那儿 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 打电话 就骂大街 我说他不是说 五星级酒店吗 这位招待所 然后他赶快 我从来不会挑剔 就是抱怨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 都快哭了 其实我后来觉得 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 这个 然后最后说 哎呀 这个一个打电话 到了那个厕所 我说 这马桶还是蹲着的 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 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 其实就是崩溃了 对 你的如果这个崩溃 被人家赶上 人家就觉得 你是一个猪队友 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 你比如说我给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我好多年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在出版社 我年轻时候酷爱摄影 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 我买那最好的玛米亚 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 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 巧舌如荒 跟他做了两礼拜的工作 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 那时候能报销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两万多块钱 很贵了 那相机我买的 不管是出版社的 但是我买的就我用 别人我就不让用 不让用呢 我们那美边就天天 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拿这玩意照相 结果我们就出门了 出门那时候开笔会 就是全是作家 去三十多个作家 在安徽 那时候你知道 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 那个总编辑批什么 乱七八糟弄 好多事 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 结果买了个彩卷 他拿着彩卷 拿着相机 去给这三十多个作家 在一个特恶心的一块石头上 因为要黄山拿什么了 你妈都选好了 每个人站上去 三十多个人 一次一人照一张 三十六张 没 三十六张 还有我呢 到这儿没了 崩溃了 没了 有了 您呢 拿来在中国图片社去冲去 后来谭总 都是他管了 我就不管了 后来隔两天 我看他在那上班 他自个对着他的桌子 拿着手当枪 啪啪啪的一上午的 我说干嘛呢 这儿 我过去 我说你什么意思 终于拉着脸 跟我说 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说你看 他把胶卷认过 胶卷是白的 什么都没有 啊 没有 这三十六个人没有 就是一白卷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就问我说 这怎么回事 我说你 你那个卷没挂上 你卷点个儿 你拉过来挂上去 得一个一个 掰一下照一下 那个是不是 鸭就没挂上 没挂上 掰一下照一下 掰一下照一下 你全是白照嘛 那卷在这次特能 你又拿去给冲了 一冲可不是都透明了吗 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 问题是 那三十六个作家不开眼 天天写信催 你搞的哪儿呢